1958年的一天 一个从学校回家的15岁少年迈克 在公交车上突然被赶不适 他跑下车躲在某个角落里呕吐不止 这时35岁的公车女售票员汉娜路过此地发现了他 汉娜像母亲一般抱着安慰迈克 并且送迈克回了家 无意的邂逅给迈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家后迈克被确诊为心红热 病愈之后 迈克手里拿着一束花 向汉娜登门答谢 但汉娜却只顾着在一旁晕自己的内衣 对迈克视而不见 迈克见此状况准备离开 这时汉娜叫住了他 并让他待在走廊上 等他换好衣服后一起下楼 汉娜换衣服时 迈克下意识地透过门缝偷窥了汉娜 被汉娜发现后 迈克羞愧不已撒腿就跑 在一次公交车上 迈克再次遇见了汉娜 在迈克眼里 穿这服的汉娜更加让他着迷 于是迈克提前来到汉娜家门口等候 这时汉娜手提着两桶煤走上了楼 见到眼前的迈克 汉娜便请求他帮自己搬煤 搬完煤后的迈克满脸乌黑地出现在汉娜的面前 汉娜也注意到了迈克那双充满着着迷的眼睛 二人心知肚明 于是二人发生了关系 在往后的日子 迈克放学后总会来到汉娜家里与他缠绵 汉娜很喜欢在云语过后听迈克朗读故事 有时听着听着汉娜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以为在迈克身上像是有了依靠 两人也时常像情侣一样骑着单车到处游玩 尽管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吵小闹 但是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直到迈克过生日那天 两人吵架了 汉娜终于明白 年龄上的差异终究是二人无法跨过去的痛 迈克无论是情感上的犹疑 还是道德上的顾虑 他都不敢向任何亲近或者熟悉的人吐露这份情感 甚至不敢带汉娜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最终汉娜选择了不辞而别 而迈克在经过短暂的迷惑和悲伤之后 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转眼八年过去了 再次审判纳粹分子的听证会上 已经成为法学院实习生的迈克 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汉娜 而此时汉娜却成了被告席上的一员 原来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 她被人指控活活烧死了三百多名犹太人 所有的证据都对汉娜不利 法官当庭要求验证汉娜的笔记 但是汉娜不愿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是文盲的事实 承认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重罪 而迈克此时有能力帮助汉娜澄清事实 但出于对汉娜罪行的谴责 以及不愿意暴露自己与汉娜的关系 迈克选择了沉默 第二天迈克来到监狱 本想劝说汉娜 但出于内心的愧疚和无法面对汉娜的事实 迈克还是选择了离开 透过门窗看到这一幕的汉娜不禁暗自伤感 最终汉娜被判终身监禁 在汉娜被宣判的那一刻 迈克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转眼时间又过去了十年 步入中年的迈克在与妻子离婚后 独自带着女儿回到了家乡 但她一直无法摆脱内心的羁绊与愧疚 她决定开始给狱中的汉娜 寄送自己朗读的录音带 这让汉娜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和勇气 自此之后 迈克时常通过这种方式 排解自己对汉娜的愧疚 她激情澎湃的朗读着 像是回到了那轻松而浪漫的岁月 汉娜还是那样认真的倾听 像个单纯的孩子 汉娜通过录音带和书的逐字比对 学会了写字 她开始给迈克写信 但迈克从来没有给汉娜回过信 也从来不去探望她 直到1988年的某一天 迈克接到了监狱打来的 汉娜要出狱的消息 来到监狱探访汉娜 两人在餐厅里相会 迈克把手收了回来 随之收回的 也是汉娜仅存的一点希望 无情的岁月 已将汉娜变成了两并斑白的老妇人 看着对面那个 用朗读声陪伴自己 冲破内心枷锁的爱人 汉娜突然明白 当她离开监狱的那一刻 迈克为她的朗读将会结束 支撑她继续活下去的信念也将结束 就在迈克接汉娜出狱的那一天 汉娜带着绝望选择了自杀 得知死讯的迈克悲痛万分 此时迈克唯一能做的 是完成汉娜最后的夙愿 把汉娜存下来的钱 交给曾经被她伤害过的犹太女人 最终饱含愧疚的迈克 帮汉娜完成了心愿 并且在汉娜的墓前 对女儿开诚布公 结束了自己的沉默 付出真心 虽会得到真心 却可能伤得彻底 保持距离 虽能保护自己 却注定永远寂寞 这就是爱情